大家好,我是TechLaw的Tommy Tommy現在在ComputeTech國際記者兼新產品發表會 有三位重要人我來我們這次來發表致詞 由中華民國隊外貿發展協會 葉民學副秘書長 以及電腦工會張立副總幹事 還有RF國際論壇設置機的總經理Ralph Wickman 這次大概會有DMI頒獎典禮創新頒獎典禮 有74個產品在這次領領頒獎典禮出現 很多得獎包括知名大黨高通、菲利普、華碩、Acer都有得獎 最後影片當中由MissComputeTech帶來三位產品 由技嘉的新的電競品牌AORUS以及Delta新公司 還有TT Sport新頒獎典禮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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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頒獎典禮 設定機等 有什麼問題 有任何患 mieux 有任何 exploited